這些開發者來這裡跟各位分享 各種自由軟體社群當中的一些活動的參與 或是一些軟體的開發 讓各位能夠更瞭解 在自由軟體社群當中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一般我們在學校裡面 我們聽老師講 教了一些什麼作業系統 教了什麼東西 但實際上怎麼用 我們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我們藉著這個機會 讓各位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能夠實際上去參與 實際上去開發 去使用 好 所以這堂課現在已經是第幾次了 我們第一次來的請舉手一下好不好 第一次來的 所以又有不少 第一次來的 所以我們這應該是第一 好像第五次還是第六次了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Mozilla Mozilla的這個軟體工程師 Fred 那他們這也是一個 有寫過很多的書 我們在社群當中也 也有很多 豐功偉業 如果大家去網路上去搜尋的話 所以應該是有連 會找到一大堆東西 好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 能夠看到本尊在這邊 然後他今天要帶給我們的東西是 Blackbox OS 還有這個Wab的一些開發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經驗 這次算是 我們學過很多OS 那Blackbox OS到底什麼東西 可能大家就連 連看都沒有看過 那今天我想各位很榮幸 算是 可能是第一次能夠看到這個東西 好 那我想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等一下 第一堂課在這邊 我們先介紹 然後第二堂課跟第三堂課 我們會換到樓下的201教室 主要是因為這門課我們比較晚 比較晚開 所以這個教室沒有接到 所以我們教室會換來換去 所以我們第二堂課到第三堂課 會到樓下201教室 那那裡有電腦 所以Fred也會帶大家去操作一些電腦上面的 那等一下 Fred會介紹一些自由軟體相關的 一些有關的社群 所以日後 就是今天他講完他回去 但是不是回去就回去了 以後你在社群裡面還是可以跟他碰面 好 那我想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在我們介紹 那我們先用掌聲來歡迎Fred 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我是Fred 那我在自由軟體的社群 大家會比較常叫我的Gaseline 那我之前有參加過項目 我在網上公開一些Python的 程式語言的入門書籍 然後也有公開過Android程式語言入門書籍 來看大家介紹一下什麼叫Python的OAS 然後我們使用的一些開發的技術 那在今天開始之前可不可以請大家拿起來自己的手機 請大家真的把自己的手機拿出來 請大家真的把自己的手機拿出來 然後把螢幕打開 然後把螢幕打開 拾起來 對 OK OK 是 是 大家要往身邊的隔壁的同學看一下 他使用的手機的桌面 或是 你打打看你同學的電話號碼 他的這個 想起來的鈴聲 是不是每個人都不太一樣 那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 在使用這個手機 或是這種個人 每天接觸的物品的時候 大家都會有一種 想要 讓這個東西 更貼近自己的需求的欲望 那 在我們 傳統的 這個手機的這個領域裡面呢 你能客製化的東西 其實就這麼多了 就是 你打不了 你了不起 就是換一下自己的桌面 換一下自己的這個 鈴聲 那 在最近的 最近 兩三年 大家開始 使用起智慧型手機 那 智慧型手機能換的東西 就稍微再多一點啦 那 像是 大家知道Android 它是開源的手機 那我們 有辦法把整個系統都抓下來 然後全部都換掉 一遍 那 它做這件事情的這個 難度還是會稍微高一點 那 當你使用到 像 Firepass OS這種東西的話 那 能客製的程度就會更多了 那 我先 先開始我們今天的這個 主題 那 今天的 Outline是有三點 一個是 Web就是 平台 那第二個是 OS就是 Browser 第三個是 這個網頁就是應用程式 那 我們今天從第一個開始 為什麼 Mozilla或是Firepass 我們希望 我們持續的 就是希望讓大家去使用這個Web的技術 然後再 再透過這個網頁的這個技術呢 能讓我們更多的互相分享彼此的一些理念 然後分享彼此的技術 分享彼此的工具 那 透過這樣的平台 我們才有辦法到 才有辦法互相的去傳播機器 讓這個世界有更好的 這個 合作效率 那 我們 當 這件事情 Web在這個世界上 已經存在了大概二十年左右 二三十年 那 我們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很多的應用 是Base在 那個Internet上 那 Base在Web的平台上 那 過去 過去大概1999年左右的時候 那時候是這個 所謂的網路泡沫 那 那時候就是全球開始在 噗光線啊 什麼什麼 就是 開始用很多的電子商務啊 然後 開始 雖然那時候泡沫了 但是 其實在這個同時呢 我們 全球的這個 光線的基本建設 這些都已經 呃 全球連在一起的這些 基本的需求都已經完成了 那 呃 再接下來是 Web 2.0 就是 開始做Social的 這個 社 網 就是大家都已經連上網了 然後開始 社交化 就是 開始大家都用Facebook啊 用什麼 什麼樣的方式 來互相 透過網路的這平台交流 那 在接下來 2008 2009 開始有 智慧型 所謂的iPhone 或是Android 這些智慧型手機 那智慧型手機呢 上面開始 2009年開始以後 大家就開始用這個 所謂的 App 那 呃 當 大家開始使用 Web App 的時候 會發現 它 使用起來很順 順暢 那 有一些應用 有些這個 原本在網頁上的服務呢 它就會 轉到 轉到 那個 App上 那也有的 像是 所謂 像是Facebook 他們也開發了一些 那些 Native 這個 應用程式 App到這個 手機上 那 我們 過去呢 是 只有 這個 過去只有 iPhone 跟Android 是比較大的平台 那 呃 不知道 大家曉得 今年有多少個 這個 OS 會發 有發布 或是要出新的幾種 我們來舉手 猜猜看好了 那 猜一個的 可不可以舉下手 一個 那兩個 那超過 那三 超過三個 OK 對 好 那當然還蠻有概念的 就 今年 已經發布了 已經有 第一個是 FlyFastOS 然後再來是 那個 Blackberry的 那個 Ubit 10 那 當然還有 三星的發達 或是 呃 明年可能會有幫助的 這個 手機的 OS 那 當然 那 對 我還忘記了 就是還有微軟 那 那 這些平台呢 呃 大家都在 增長了開發者的 這個 這個 呃 就是 注意力 為什麼呢 因為 呃 因為我 這個手機上 不能玩 那個 Angry Bird 那 這是很常發生 很常聽到的問題 那 呃 那 嗯 呃 Mozilla呢 就是希望 可以把 重新 重新 讓Web 變得跟原生的 應用程式 一樣好 那 如果 能做到這個 能做到 讓Web的應用程式 能做到跟 一般的應用程式 能做到跟 一般的應用程式 跟 能讓Web 變得跟一般的app 一樣好用的話 那 是不是 呃 一方面 開發者 我們大家就只要去 呃 focus在把我們的網頁 把我們的這個 網頁的app 網頁的應用 做得更好 那 那 同時呢 我們可以服務各種各樣的 呃 各種各樣的平台 各種各樣的這個 呃 各 呃 然後用同樣的技術 去提供更多的 更多使用者 讓他們可以用同樣的服務 那像 呃 現在大家 比較常聽到的大型的這些 像 像 Angry Bird 你知道他們開發了多少種服務嗎 他們 呃 第一個當然是 iPhone做了 然後接下來 coating到Android 那 呃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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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ne出來了 以後他們又要PO過去 然後 再來是 呃 Blackberry的 BB10 他們也PO了過去 那當然 一方面 呃 我們MOSITA 為了讓這個 呃 在 手機 或者在這個 一般的電腦上 可以做 呃 可以 使用 使用 使用Web 跟 使用起來 讓Web用起來跟App 一樣方便 一樣好用 所以我們 呃 在開發的這個過程中呢 提出了 很多的這個API 那這些API是 呃 等於說 我們那邊做這個 Mobo的OS的時候 順便 也 去思考過 就是說 呃 我們如果現在大家 平常看到Web 跟這個 App 之間 有什麼樣的差距 那 我們去 呃 去思考 有一些 我們的一些 come out 一些結果出來 那這些 呃 這些 新的這個 呃 彌補Web 跟App之間 差距的這些 新的 呃 開發者 可以用的這些東西呢 我們 也叫做Web的API 那 這個API 其實 就是 之前都是已經提到 那個 呃 就是網頁的標準 標準組織 就是W3C 那他們 呃 目前 跟其他家的這些 瀏覽器廠商 大家一起去 討論 一起去 呃 一起去 實作 看看說 哪一些 哪些東西是真的 我們所有的這個 瀏覽器都會想要用的 那當所有的瀏覽器都支援了其中的 一大部分新的API之後 那 呃 我們不管是用 Chrome 不管是用 IE 任何 使用各種平台 用任何的瀏覽器 那我們就可以做到現在 我們在開發這個FiveBusOS 所 呃 所提供的這些 能力 那 到時候呢 Web用起來就可以跟APP一樣好了 那 我們在 呃 開發這個 FiveBusOS的時候呢 我們用 呃 我們 還有做了很多是 讓一般使用這個Web 就可以提升一些Web的使用 呃 經驗的東西 那第一個是 Persona Persona 是一套 有點 類似 這個 大家可能上網頁會看到 那個 Facebook的Friend Connect 或是 Facebook Login 或是 這個 Google Login 這種東西 那 呃 我現在開發了Persona 就是 你也可以用 呃 呃 像Facebook Login 就是你要用Facebook的帳號 那 Google Login 你要用Facebook的帳號 那 那 Persona的話是 你只要有Email帳號 不管是哪一家的 那這個 Persona的這個 這一套 Sign On 這個Sign On的機制呢 可以裝 就是 裝在各個 像 集中 或是什麼地方 他們 呃 可以自己host這一份 這個 呃 Persona的這個 認證機制 那 就可以當 就可以做這個 呃 Sign On的 方式 那 呃 我們這樣還可以 靠照 Marketplace的 這個 飾集 應用飾集 那 這個飾集呢 是用來做 呃 把這個 Web App 收集起來 就是 只要大家 呃 寫了一些 比較適合這個手機 或是 呃 各個平台使用的這個 Web App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它提交到這個 Marketplace上 那 大家用搜尋的方式 就可以用 呃 比較類似 現在大家在使用 一般App商店的這個 機制來使用這個 Web App 那 同樣 這一套也是Open Source的 就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直接把這個整套的 程式碼抓回來 然後自己把它改改 然後就上線 自己 辦一個應用商店 那 呃 當 可能明年或後年 你也會看到 有一些 這個 呃 carrier 運用運營商 他們會自己 上線他們自己的 應用商店 那可能很多的 這個應用商店的 base 就是會 使用Marketplace的 當作基礎 那 我們再來看這個 實際 Five Pass OS的一些 呃 一些圖案 那我們看到 這個是 Five Pass的首頁 呃 OS的首頁 就是一般 呃 比較 呃 因為我們第一個主打的 目標客戶是 呃 比較 第三世界的 這些 嗯 這些顧客呢 那我們的機制會主打 是比較低階的機制 就是 所謂的低階呢 就是 現在大家手上 可能是拿 1G 2G的 這個 CPU的 呃 機器 那我們的 呃 我們機器的最低 呃 呃 運行需求 大概600到800Hz 的這個 呃 智慧 就是 呃 比較偏功能手機的那樣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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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 呃 我們在使用 一般的APP的時候 我們需要先去應用商店 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再 再打開它 再開始使用 那 如果我是 現在我是要找 呃 我想要玩的遊戲 那 我可能就 需要 去做剛才的這個 事情做一遍 那如果是在BuyFuzzOS上 那 大家就想說 呃 我就是要上網頁 那我就 就在這邊搜尋game 然後 它就列出來一些 我就直接點 它其實就是連到那個網站 然後它就把這個網站 秀給你看 那你就可以 玩一玩 不喜歡就把它丟掉 喜歡的話 你就把它 長按 就把它加到桌面上 那 就是 就是一個可以用的APP 那 另外還有是 呃 手機 手機必備的 這個 國號程式 還有這個 日曆程式 那我們的日曆程式 現在是可以直接接 呃 Google Google Calendar 然後 Contact 是 聯絡人 這也是直接可以 呃 接收 Gmail或是 那個 Google Live Mail 或是 Facebook 然後它都直接 可以把它 匯進來 然後我們還有 呃 FM Radio 還有 Clock 還有這個 商店 還有這些 額外的 Camera Video Chat 那這些東西呢 大家看到了 全部都是用 網頁的技術去寫的 就是大家 印象裡面 Yahoo 印象裡面 Gmail 這些網頁的 網頁界面 那剛才看到這些 呃 看起來一點都不像 網頁的東西 這些全部都是 網頁寫的 那裡面的這些 運作的機制呢 全部都是 Java Script的 然後 呃 比較漂亮的 這些 介面呢 也全部都是 純網頁就可以 把它搞定的 那我們在寫這些 東西的過程中 所 呃 網頁不足的地方 我們要把它補齊 就是靠 更前面提到 那個 Web API 的部分 所以 呃 目前 我們做 Fibus OS 這個過程 是一個 呃 互相改進的過程 就是 我們一方面 把這個 平台做好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會 不停的 透過 做平台的這個經驗 然後把這個 呃 可以讓Web 更 運作起來更像 App的這些 呃 這些 Proposal 一起 把它提出去 提交成標準 那最後 可以 希望其他家 廠商也有辦法 來 慢慢的去 Pick Up 那最後 最後結果就是 所有的 呃 瀏覽器 所有的網頁 都可以做到 跟App一樣好的 這個效能 那 我們昨天有 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 呃 就是 google 他們也有開始做 就是 讓這個 他們的 控制器 可以在 他們的所有 就是所有支援平台 上面都可以 就是 運行他們的那些 呃 所謂的 那其實 這個效果就會跟 呃 5Bus OS 或是 5Bus for Android 這些 平台上運行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Web App 的效果 會是非常接近的 那 我們 剛才看到這些東西呢 大家 呃 呃 不用等上市 不用等這個 手機上市 呃 只要到 呃 Mozia B2G 這個 網址 大家就可以 直接從上面 把所有的 原始碼都 抓下來 看看我剛才講的東西 是不是 有 有什麼 地方 呃 就是 你如果對任何 地方有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把它抓起來看 甚至你直接連到這個網址上 就 他就有見面可以看 那我們在下一節 就會實際的去 來看一下這個 內容 那這個是 我們 其實我們平常工作的時候 就是 呃 就是會常常來 來這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 是Github 那這個地方呢 他是所有的 呃 我 可以 呃 再調查一下 那 有聽過Github 可不可以舉下手 OK 不錯 好 那 再來是 第二個地方呢 是 Bugzilla 那Bugzilla 是 Mozilla的 這個 呃 Essue Tracking的地方 呃 那 有用過Essue Tracking的 系統的 可不可以舉下手 OK 那 呃 沒關係 反正 這個Essue Tracking的 遲早大家都會用到 所以不用急 不用急 那 這個東西的 Essue Tracking就是說 呃 當你一個系統 就是你要發展一個稍微大一點的系統的時候 那 這個 呃 這個系統一定會 除了一般的運作之外 它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小問題 或者說有一些你想要繼續改進的地方 或是 呃 你想要繼續去 呃 繼續去討論的地方 那這些東西呢 如果 呃 在一個比較多人的這個環 就是多人合作的環境下 沒有把它 用文字 或是用其他方式把它記錄下來 那 呃 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 所以 呃 所以一個比較有規模的這個 專案 或是 一個有規模的公司 他們都會有 呃 內部都會有一些所謂的Essue Tracking 就是問題追蹤的系統 那Mozia 使用的是叫 Mozia 這一套 那大家可能還會聽到 像是Track 或是Redmine 這些 呃 這些所謂 這些Open Source的 那個 程式 那大家 沒有關係 知道都會用到 那 呃 所有 剛才 我們看到的就是 所謂現在最新的 叫做HTML5的技術 那HTML5技術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 呃 就是我們以前 使用過HTML JavaScript 還有這個CSS的組合 那 它是 比如說老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更多新的 呃 新的 內容 那 這邊有寫過網頁的 可不可以舉家手 那 那 有 呃 有 有 用過JavaScript 寫網頁的 用JavaScript做那個 網站的特效啊 或什麼的 那 那 有用過Serverside的 這個 有寫過Serverside的 程式的可不可以舉家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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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集就可以講 稍微 稍微 有內容一點 那 我在這邊有 放兩個 呃 放兩個 link 那 這裡面有一些demo 大家到時候可以看一下 那 那 HTML5 除了 原本我們 呃 五年前 認知的這個 網頁 跟五年前認知的網頁 已經非常 有很大的不同 那包含了 呃 包含了很多的 新的技術 那 這邊是 一些新技術的這個 這個 圖示 但是 新的 就是 它的這個 這個HTML標籤 然後去做修改 然後 它有提供了這個 offline catch 的功能 那提供了 Native 指間在 browser上 就支援 呃 支援 Videoplayer 還有這個 呃 media 的 指間播音樂 的這些功能 那如果大家看 這個 我們剛才 Paymo的那些 這個 呃 原聲的這個介面呢 它裡面的 Videop 或是 這個Udio的功能 就直接 就放一個Videop的tag 然後 它就可以播 這個 播音樂 播影片 這是 呃 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覺得非常神奇的地方 然後 再來是 CSS的部分呢 CSS 在這幾年也 做了非常多的改進 包含了 像 有很多的這個動畫 就是 切換頁的 這件特效 或是說 你同樣一張圖片 它可以幫你把它變成圓形的 或者說 一張 PNG圖片 它幫你把 呃 把透明的地方消掉 然後 呃 加上 加上 陰影之類 非常 呃 或是說 直接把一張圖片加倒影啊 這些 呃 非常地 誇張 那 包含了它 提升了非常高的 Performance 那 還做了很多 額外的改進 那 呃 呃 再 接下來 呃 我要 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個 就是 我們 這個 5Bus OS的架構 那 我們的架構呢 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 呃 這個020的作業系統 然後 跑起來以後呢 跑起來 就 呃 就直接是瀏覽器 那它 就跟名字一樣 就是 起來就是 我們的瀏覽器核心 呃 MOSEA的瀏覽器核心 叫GACO 所以就 就啟動 然後就啟動到瀏覽器 那它的 呃 它的這個 垂直的流程 就是這樣 這個Bootloader 當你一個 手機 或是系統起來的時候 它是一個 呃 Wooting 就是 把 機器板子 帶起來 那帶起來以後 它開始 跑進去Linux kernel 那Linux kernel 它有一個叫 Init的 呃 初始化的地方 那這邊初始化 過以後 它會啟動一間 process 那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主要process 就是我們的 GACO 那GACO起來以後 它 呃 在這個瀏覽器核心 起來以後 它會帶 它會開很多的這個 像 像我們開網頁 分頁一樣 它就 透過這些分頁 然後顯示在這個 作業系統 的頁面上 那這邊有 實際的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底層呢 是 就是 嗯 硬體層的地方 是 所謂的 硬體層是使用Android的那個底層的系統 那我們把上面的東西 就拔掉了 那所以 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在 呃 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像是 如果大家有開發過Android的話 它有一些 像 ADB啊 或者說它的這個 Eclipse的開發環境 Eclipse開發環境裡面 你可以 用那個 DDMS或什麼 去抓這個 呃 螢幕的圖 那這件工具 都可以用 那 還有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呃 你可以用ADB的LOG 就是 這個 偵錯的這個軟體 那 你可以看到所有 原本 在這個網頁上 你要看這個 看這個網頁LOG 那 現在 如果是要開發這個 手機的 上面的話 就是 透過ADB 也可以看到這個 LOG 這還蠻好用的 那 那 其實 我們現在開發的架構 大概分成三個 那 第一個是 底層 底層就是把機器帶起來 各種 各種 這個手機的機器帶起來 然後 再來是 跑到我們這個 Gatecode的這個核心 然後 最後 我們開發了一套 呃 看起來像 手機 這個 使用者桌面的這個 系統 那 這三套 我們 呃 會主要分叫做 Gonk Gekko 還有 Gekko 還有 還有 那我現在參與的專案 Gekko 就是 剛剛看到的那些 App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對底層有興趣的話 那也 呃 也歡迎 來 一起來討論 那 第三部分呢 是 這個 網頁就是 應用 那 呃 我們 其實 呃 剛才 剛才在做的所謂 BineFastOS 或是 這個 其他額外的事情 其實目的 都是 希望達到這個 所有的網頁都可以 運作得跟 App一樣好 那 我們 大家就不用 不用去綁住 在某一個 特別的平台上去 呃 才能用我們想要用的 這些應用程式 那 為了要 達到這樣的目標呢 呃 呃 呃 我們 提了一個 所謂叫Web App的 這個 呃 標準 那 要 讓一個 現成的網站 來支援 讓它變成一個 Web App 其實還蠻容易的 那 最基本的 就是 你要有一個 hosting的網站 是 你要自己去 hosting一個 網頁 然後這個網頁上 你要 額外的 再加一個 呃 描述檔給他 那個描述檔 叫 點 app web app 到網須 檔 然後 最後是 跟大家說 呃 你 這個東西已經是一個 web app了 你可以把它放到商店上 或什麼 以防讓人家更容易的去取得它 那 這就是 等一下我們在這個 lab的時候 會 看大家說明的 那 呃 要開發 web app呢 其實 我們需要的東西 還蠻 還蠻 簡單的 而且所有的 所有的開發工具 都是 連接的 那我們可以取得 開發工具 第一個是 呃 simulator 就是 呃 Firebox OS 它有提供一個 模擬器 那 要 裝這個模擬器 要怎麼裝呢 你知道有一個 Firebox 90 就是 Firebox Browser 一般的browser 那 呃 直接 呃 去裝它的 handdown 就是它的那個 扣充砲件 裝上去 就會有一個 這個 額外的分頁 叫做simulator 那 把這個 打開讓你 它就會跑出來一個人的引擎 那就 呃 點這個home 它就可以回到首頁 那 你可以直接在這個dashbow上面 去 呃 執行 你正在開發的 應用程式 或者說 直接把這個 呃 插上針的手機 那你可以把這個應用程式 直接推到你的手機上 那 另外一個 東西呢 是 直接在browser上 它就有一個 開發者的工具 那 呃 有用過那個 developer tool的人 會不會舉下手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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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個 5Bus有提供 developer tool 那 Chrome也有 那 呃 目前 呃 呃 這個 所謂 web的這些 呃 開發工具呢 都越來越強大 越來越好用 所以 呃 通常你只要 裝了各家的browser 然後 在上面找一些 可以開發的工具 那 很多 其實就足以 呃 呃 就是如果你是web開發者 其實這些東西 就夠用了 那 再來是 開發者文件的部分 大家可以到這個 Monkeyplace的這個 developer的 section 那這邊會 呃 除了 除了有 Design Build 還有Publish 那Design的部分呢 呃 這邊教大家 怎麼去設計一個 App 那 它 除了教大家 怎麼做App之外 它還把這個 一線 設計 UI啊 或是這些 額外的 就是 讓你的 網站更像 Web的 呃 網站更像 App的這些 方法 它都有 有說明 然後在Build的這邊 它會 呃 教大家可以去使用 Simulator 或是 自己去編 呃 編成 Desktop的版本啊 或是 編成手機的版本 那最後Publish的這邊 呃 它會 希望大家可以先 上這個 Marketplace 先 呃 先練習一下 那 呃 我們後面這邊 還有提供一些 就是 範例 那最上面這兩個 是 可以動的範例 一個是 呃 5.5.0 也是 OK 那這個是 Demo所有的 這個API的範例 那第二個範例 呃 5.1 5.0 是 至於 這個 為今天課程 準備的範例 等一下我們大家就會 用這個範例來去 呃 來去嘗試 那我們 呃 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 這個 web app 的 template 那這個也是我為了今天的Lab 幫大家做一個寫策略 那大家等一下 只要去抓一個寫策略 那抓下來其實它就是一個可以通的Web App 那我們會慢慢的把它再去廠話 然後去套用這個PiFox OS的這個使用的介面這些東西 然後讓它看起來更像一個Web App 那最後面是提供一些參考的資訊 是第一個 如果大家在這個經驗演講之後 還有一些任何問題的話 大家可以到IRC的摩斯亞台灣 或是到摩斯亞台灣的這個分網上 都會有些參考的資訊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使勁的這個網頁好了 那這個是Web API的網頁 那我們在開發BiFox OS的過程中呢 提出了很多的這個API 包含了這個用網頁打電話 那讓網頁就是用JavaScript或什麼 讓你的這個用網頁就可以支援手機震動 那用網頁就可以傳簡訊 那還有可以支援那個手機 手機這個螢幕的螢幕親近螢幕角度 那支援的那個手機的設定 或是電力啊這些東西 那有的這個API是 我們剛才介紹到的所謂的Web App 都是在Web Base上的 那還有為了說讓大家在使用這些 那之前這個FiveOS更感覺起來更像Native的應用程式 那我們也有提供所謂Package的APP 就是你用這個HTML把這個網頁寫好以後 把Libre起來 那個Submit到那個Marketplace 那這樣的方式到時候人家 這個User按Install的時候 他就會把整包抓下來 那這樣也是 就是到時候啟動的時候 就是全部都在Local去啟動 感覺其實就跟Native的APP一樣 那用這個Package的APP一個好處就是說 他有一些比較critical的API 像是說用TCP傳這個Socket 這些比較特別的 比較可以做一些奇奇怪怪式的API 他就會希望你用Package的方式 那因為這樣子需要做一些額外的審查 來確保這個所寫的這個Web是安全的 那我在這邊分享一下我開發的經驗 就是我過去一兩個月來 有做一個很有趣的就是browser 那在FiveBusOS裡面呢 FiveBusOS其實就是一個browser 那它裡面呢還是有一個 還是有做一個browser 就是讓大家用感... 就是用起來像一般的FiveBus 那其實它是browser裡面的browser 對,那是非常有趣的 對,那是非常有趣的 那現在還做了一件事 就是browser還做了一件事 就是讓網頁的這個Payment WebPayment可以承襲 像是說,我們在... 如果是從開發者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 這個平台為什麼會吸引開發者 因為我可以從這個平台上賺到 一些生活費 那我開發這個平台 我有辦法... 這個... 除了可以服務大家之外 我也可以... 就是我也可以活得下去 那... 這樣的平台 就是對開發者 對這個使用者才是都有利的 那所以... 除了... 在網頁上 大家還是可以用原本的 所謂PayPal啊 這些方式 去跟使用者收費 那... 另外... Mozani也設計了一個Portocall 叫做Recipe 那... 也有用WebPayment 那... 這些Portocall 就是希望... 到時候... 呃... 因為它是Open Source 所以... 所有的這個... 電信商或是... 任何的機構 只要... 只要有心 就可以... 呃... 負責... 去做這個... Payment的動作 然後... 呃... 讓所有的開發者 都能透過這個... 呃... 透過有保障的方式 收得到錢 那... 呃... 也可以去做一些... 呃... 網站認證 像是... 呃... 像是... 你知道... 呃... 你要登入... 登入... 登入才可以用 那另外一方面是... 呃... 登入了... 然後... 我再去檢查... 呃... 你是不是... 已經付過錢了... 那... 你會有不同的這個... 不同等級的服務的... 這個... 使用的... 不同等級的服務可以使用 那... 呃... 那這個... 呃... 這邊... 是網頁版的 那我們... 呃... 其實... 我們可以開一下開發工具 那... 我看一下 Responsive Design OK 那... 我剛開了一下開發工具 這是Responsive Design的開發工具 我可以直接在桌面上去切換 它在不同的這個螢幕大小上 看到的這個效果 那... 呃... 不需要有十幾 也可以有... 呃... 呃... 七八成的這個... 顯示的效果 那... 甚至它也可以... 可以做Rotate 就是切換它的大小 那... 這個網頁上看到的呢 更在... 呃... 在手機上看到會... 有些... 多少... 還是會有一點點差異啦 如果... 至少它是可以... 使用的這樣子 可以先... 測試 那這些東西都是網頁上的... 我們看有沒有什麼興趣 那... 這是上次那個... 呃... Hexo 那... 如果你是用... 呃... 呃... 它就會出現... 可以install 就是... 應用程式可以install 點了以後它就... 哦... 就裝好了 就Lunch Lunch Lunch以後... 就是... 它會裝成一個... 呃... 就是... 在你的作業系統上 就會多了一個應用程式的icon 然後你點進去 它就會開那個... 對應的網頁 所以它就是台北地... 好... 我們才能直接點進去... 呃... 全部都是HTML... 是... HTML 對... 是... 是... 這個... 呃... 全部都是HTML... 原本的ServeSide 還是可以用 就是 出來到使用者 使用者手上看到的這些訊息有沒有辦法 那你後面怎麼去提供這些 怎麼去提供這些網頁 都還是可以用原本的這些技術 那 這邊有人有任何疑問嗎? 對 請問一下 像現在那個 HT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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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個遙控器的那個功能 那我不知道一下 這邊之後的ADI有沒有 可能這樣沒有辦法 現在 目前 我是到時候還沒有 這主要是跟硬體有關係 還硬體有的時候 對 那Gluetooth是有 就是藍牙 如果要做藍牙場 不管說無邊是OK的 沒有是因為 還沒有做到哪邊 我覺得事實上不需要 應該是說 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OAS算心靜的 所以心靜的通常是 要先 最基本的東西要先全部都OK 那我們把基本的東西OK了以後 然後大家再去把這個動物Push 到更適合這些 就是讓它能力越來越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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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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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通用API呢,它要接到我们的这个GateCode核心 那我们GateCode,这部分就要写一段Code 就是用C去接这个HL 那另外一段呢,是让我们这个用JavaScript可以去接到我们的这个API 所以这一段呢,是用JavaScript写的 所以如果你要支援一个全新的这个定题的话 就要写C跟JavaScript 那这两个部分要写在GateCode上面 所以喜欢那个GateCode? 当然,要蛮好的 那你也认为API或是用JavaScript 那当然要实作的话,当然就是有C也有JavaScript 不过... 对,对一般做APP的Develop来说 它就是全部用JavaScript 对,就是 刚才这边提到的是Platform程的开发 就是你要开发一个可以去接触到这个手机的 或者是任何手持装置Device的这种硬体功能的这个API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要... 会牵涉到这个C啊,牵涉到JavaScript 那如果你是开发这个Web APP的话 就只要用JavaScript就... 对,对 就是真的是纯毛页 这个东西在Platform程序上面 就要这样 好,多多多 我们没有... 呃... 我们其实是只有用Android Open Source的 Linners的底层 对 那它上面的东西全部都...都拿掉 就要把... 对,对 完全没有... 就把... 对 对 那... 诶... 这边有人有开发过Android吗? 可以去一下手机 OK OK 好,谢谢 请你讲 今天的... 等一下列起好像是Web Web APP 对 那如果这边... 以后同学有兴趣的话 是在比较... OS本身那边的话 那... 那... 是... 你们还有人会来介绍吗? 还是说同学要怎么样再... 在了解 当然OK啦 就是... 就是要在... 在邀请就有了 对了 应该是 OK 那... 那...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那这样的话就是... 现在... 现有的这种... 有Android的Smartphone 我们是可以做Pro2的工作 啊... 啊... 对 就是... 如果你是... 现有的这个Android device的厂商 那... 那... 基本上... 你的Device同样... 应该是... 都可以支援884的微信 那... 当然... 中间还是要获得... 所以这个厂商 我还说... 同学如果想要玩的话... 有没有... 可以啊... 像... 这边有人用过... 什么... RES5Pi 对 那个... 它已经有884的微信 那... 就是... 就是... 算件在Android上之间 那... 我想说... 我想问的是... 就是说... 假设现在Android是拓的那些就是... 假设现在Android是拓的那些... 就是... 呃... 就是... 就是... 人我可能... 的一些功能... 例如说... 呃... 那請問這個多媒體的播放 因為剛剛好像有提到就是 用到HBL製作的問題 那因為其實就像多媒體的播放都在上層 那不知道你們這邊就是 多媒體的播放或者其他公司 是使用哪些東西 剛才這位同學他的問題是說 他覺得5BusOS是基於Android上面 然後他們就是Android的這個 做這個軟體做播放的時候 他是用他們的這個Media Library 那我們5BusOS是怎麼做的 那我要呈現一下就是說 5BusOS它是基於Android的 這個Open Source的Portrait上 那Android的Open Source的Portrait 不是純 就是它當然是有Android的這個 應用程式的環境 那還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說 它提供了這個讓硬體廠商 可以跟這個Denas的Kernel 跟這個讓這個硬體就是 讓硬體抽象成的這個功夫 那我們其實5Bus主要用到的 就是只有這個硬體抽象成 那上面的這些Library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Android他們去改變 他們的這個Media Library 或者什麼其實跟5BusOS 本身沒有任何關係 那我們的這個Media 或是這些功能呢 我們還是都是透過我們的Gate Code核心去提供 那所以我們的這個Browser 我們的Browser的核心都是Gate Code 然後這個 這個Ie的核心叫Treatment 然後這個另外 另外其他人都用WebKit這樣子 那當你要去接這個瀏覽系核心的時候呢 你要去播放Media 那就是要找這個系統 就是說看你這個系統用什麼樣的Media Library 那都可以接 就是說你如果是站在這個PlayFone去 如果是去PlayFone裡面有可能的角度的話 那你要接什麼Library都可以的 就是只要沒有辦法把它接下去 那目前我們BusOS 也是Media的Library 我比較不清楚啦 那我知道的是 就是視訊的部分 3D的部分 是用那個OpenGL 1.4 2.0 對 好同學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我們等一下下一堆課我們再問 好現在休息休息時間 那順便也是換場的時間 所以我們接下來下半場 我們要開始 我們要開始 所以我們到廊下201 好到201教室 OK好 那我們就先下課 我們下課